太阳西斜,铁匠铺门前并排坐着两个娇小的身影,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,就那么静静地坐着。 太阳的余晖带着淡淡的红色落在他们身上,仿佛给他们的身体烙印了一圈金红色。 左侧的女孩偏过头,看看男孩,双手处在自己的下巴上,想要说些什么,但她终究还是忍住了。 开口的,反而是男孩,她手中握着一柄崭新的铸造锤。 小五,谢谢你。 谢我什么? 小五好奇地问道,谢谢你,一直陪着我。 唐三低下头,看着脚下的地面,他的眼神有些迷离,也有些朦胧,但终究没有令泪落下。 小五不知一笑,推着唐三的肩头一下,这一下用力很大,险些将唐三推倒。 别郁闷了,你爸爸只是暂时离开而已,总有一天你们会再见面的。 或许,他的离开只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成长,让你更加坚强。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,岂不是辜负了他的苦心吗?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。 或许是吧,可是,为什么他都不让我再见上一面? 小五,你知道吗?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,家里没有了爸爸,也就不再是个家了。 小五甩了甩头,将自己长长的蝎子辫甩到身前。 没有了爸爸,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吗? 如果你非要找个亲人,我不介意做你的姐姐。 快,叫声小五姐来听听。 大家都那么叫,只有你是例外。 看着小五娇俏的样子,和那被夕阳余灰照耀的红扑扑的小脸,唐三不禁笑了。 当一个人心里最脆弱的时候,身边有人陪伴着,总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。 如果你愿意做我妹妹,我不反对。 我记得不错的话,我们虽然是童年,但你似乎比我要小上几个月。 我是一月出生,你却是八月,对吧? 休想,我只做姐姐,不当妹妹。 小五没好气地抬手向唐三头上敲去。 唐三身体一闪,已经窜了出去,站在小五身前三米外。 小五,跟我上山吧,我给你看些东西。 唐三的神色很认真,仿佛像是决定了什么似的。 小五也没有嬉闹,小脸上流露出几分乖巧,向他点了点头。 唐三主动拉起小五柔嫩的手,朝着村外的山上跑去。 两人的身影在夕阳的照耀下,在地面上渐渐拉长。 唐三带着小五一直跑到山顶,才停了下来。 在全力催动玄天宫的情况下,他也不禁微微有些喘息。 站在山顶,唐三面对夕阳,双眼已经被紫色布满。 小五,这就是我以前练功的地方,我很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,也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我。 小五抿了抿嘴。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学院里的那些老头子。 唐三缓缓转过身,认真地看着小五。 你愿意做我的妹妹吗? 我真的希望能再有一个亲人。 小五刚要说什么,却被唐三拦住了。 先听我说完,我什么都没有,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。 我只是个穷苦的平民出身,我不能给你财富,也不能给你势力。 你也是天生满魂力,但你和我不一样。 我看得出,你的身世应该是有故事的。 但我从来都没有问,因为我怕我们出身的差距太大, 连朋友都做不成。 但是,我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妹, 虽然我无法给你贵族拥有的那些, 但是,我却可以给你我的承诺。 我会永远地保护自己的妹妹, 不会让她受到一点伤害。 看着唐三泪光闪烁的眼睛,小五的双眼渐渐地红了。 要是有一天,有很多人想要杀我,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,怎么办? 唐三脸上突然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。 那,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肢体吧。 小五沉默了,唐三也没有再开口。 西洋的红渐渐褪去,此时,天上的星斗已经在悄然冒出。 哥。 小五用简单的一个字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静。 一直强忍着的泪水,在这一刻终于滑落。 唐三颤抖着双手,拉起小五的手。 谢谢你,妹妹。 父亲走了,但他又有了一个妹妹。 唐三仰头望向天空,对着天上的星辰默默发下一声的誓言。 夜幕降临,两个孩子坐在山顶,感受着温和的山风吹拂。 看着那天上的星和月,冥密的气氛,清新的空气,无不带来舒适的感觉。 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? 小五扭头看下身边的唐三。 唐三一愣,为什么? 小五脸上流露出一丝红韵。 怎么说,我也是诺丁所有学院的老大。 突然多个哥哥,他们会怎么看我? 唐三笑了,好,你还叫我小三就是了,只要我心里知道你是我的妹妹,称呼又有什么关系。 一边说着,唐三抬起手,拉下自己的袖子,将左腕的袖件摘了下来。 我们结为兄妹,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,这个就送给你防身吧,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。 小五好奇地看着唐三递过来的袖件。 唐三微微一笑道,我叫他袖件,也可以称为无声袖件,只需要发动开关。 里面的三根小剑就会按照你的控制射出,可以射一只,也可以一下将三只全部射出来,因为发动时声音很小,不容易被对手察觉。 所以,在面对实力相弱的敌人时,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。 小五惊讶地道,以前我们切瘦的时候,怎么从没见你用过这种东西。 唐三淡然一笑道,傻瓜,我们是同学,又是朋友,我怎么能用这种拥有杀伤性的武器呢? 还记得我用石头砸你那次吗? 你认为那只是巧合吗? 你看,那边有只蚊子。 小五顺着唐三手指的方向看去,三米外,果然有一只蚊子正在嗡嗡飞过,借助月光才能勉强看清楚。 如果我告诉你,我能打中他左边的翅膀,而不伤他性命,你信不信? 小五瞪视着他道,你在开玩笑吗? 唐三眼中紫光一闪,右手突然抬起,一道淡淡的暗影, 悄然而逝,那蚊子也凭空消失了。 拉住小五的手,唐三道,跟我来。 拉着他走到不远处一棵大树前,停了下来。 不需要唐三刻意去指,小五也能清晰地看到,树干上有一根三寸长的钢针,在星光照耀下闪闪发亮。 针钉在树上,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奋力地挣扎。 小五低下头,仔细看去,不禁吃惊地险些叫出声来。 那针下正盯着一只蚊子,钢针贯穿了蚊子的左翼,将它牢牢地钉在树上。 而那蚊子活蹦乱跳的,显然没有生命危险。 小五骇然看向唐三,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都和唐三在一起,他甚至要以为这是事先做好的准备。 唐三拔起钢针,当他在摊开手掌的时候,钢针已经消失了。 这是我的秘密,我称它为暗器,即使是爸爸也不知道,我只是想告诉你,我有保护自己妹妹的能力。 对于新鲜事物,小五总是很感兴趣,摇着唐三的手,雀跃道。 好哥哥,那你能不能教教我? 唐三苦笑道,以你的暴力倾向,要是再学会了暗器,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? 而且,暗器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我给你的锈剑就是暗器的一种,你先把它用好吧。 想要学习唐文的暗器可并不容易,首先一点,就要有玄天宫为基础,而小五的魂力已经不弱,重新修炼玄天宫显然是不可能的。 唐三已经暗暗决定,以后会制作一些基础类暗器,武装在他身上,这样也算足够了。 唐三亲手将锈剑戴在小五的左臂上,调整好锈剑合拢时的大小,完全贴合在小五手臂上,然后他将无声锈剑的使用方法详细地向小五讲了一遍,并让他试了几次。 小五几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件宝贝。 小五到一旁去试射锈剑了,唐三缓缓抬起头,看着空中的星辰,自言自语地道, 爸爸,你真的是怕我在你身边无法变得坚强吗? 你放心吧,我会努力修炼,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,总有一天,我会成为你的骄傲。 唐门,我已经离开你六年之久,但我永远都是唐门的人,在这斗罗大陆之中,我定会将唐门的一切发扬光大。 银白如玉的双手骤然甩出,无数道丝绒般的荧光冲天而起,唐三眼中亦是一片紫芒。 五年后,巴拉克王国位于天斗帝国南,与法斯诺行省接壤,说是王国,其实他的面积只有法斯诺行省四分之三大,隶属于天斗帝国。 天斗帝国境内四大王国之一,巴拉克国王昆德拉是当今天斗帝国国王奥库拉的堂帝。 巴拉克王国南方直接与兴罗帝国接壤,因此在天斗帝国四大王国之中,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,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。 天斗帝国原本有十个行省,后随着四大王国的分封形成了六方势力,帝国本身直接控制五个行省,四大王国各控制一个, 还有一个仅次于王国的公国,占据着帝国东边一个最小的行省。 表面上,四大王国和那一个公国都要受到天斗帝国的控制,可实际上, 这五个国家早已经成为国中之国,除了必要的进贡之外,一切完全自主。 如果不是天斗皇室掌握着重兵,或许内乱早就已经出现了。 兴罗帝国也有着类似的情况,因此两大帝国看上去强势,可实际上都在走下坡路, 谁也说不好哪一天整个大陆的局面就会突然改变。 巴拉克王国境内有两座最为重要的城市,一座就是巴拉克王昆德拉居住的都城,巴拉克城。 这里是整个巴拉克王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, 而另一座城市则是位于巴拉克王国境内最富饶的利马平原中央, 有巴拉克粮仓之称的索托城。 这两座城市都有重兵驻守,是整个王国的重中之重。 索托城是一座大城市,这一点从其武魂殿的配置为第三级的武魂主殿就能看出。 此时刚过中午,交扬四火,索托城西门走进来两个年轻人, 看上去他们都只有十几岁的样子,身上并没有携带什么行李,一男一女。 男孩衣着朴素,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,身高有一米七左右, 穿着一身淡蓝色浸装,很利落, 腰间围着一条镶嵌了二十四颗玉石的腰带, 黑色半长发,勉强垂到肩膀。 相貌虽不算英俊,但却给人一种很容易亲近的感觉, 嘴角处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。 如果说男孩看上去是平和而普通的, 那么在他身边的女孩看上去就不那么平凡了。 丝般顺滑的黑色长发,梳理成整齐的蝎子变, 即使是发变,也依旧垂过了小腿的位置。 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小衣,将已经开始发育的身体紧紧包裹。 如果说胸前还不够风盈的话, 那他那纤细的不应一卧的小蛮腰就会令无数女性羡慕了。 修长紧绷的大腿包裹在白色长裤内, 完美的黄金分割比例, 尽管看上去他的年纪不大, 脸上还带着稚气, 可那浑圆的小翘臀却已经很有几分味道。 弯弯的眉毛自然成型,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配着略微有些圆的粉嫩小脸, 不但漂亮,还给人几分娇俏的感觉。 可爱这两个字似乎就是为他夺身定做的一般, 但男孩站在他身边早已被他无形的光辉所遮掩。 女孩抬起手, 在自己微有潮气的额头清扫, 有些抱怨的道, 终于到这什么所脱城了, 这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, 明明有好几座中级魂师学院都表示要无条件招收我们, 他却非让你来考这里, 那座连等级都没有划分的破学院。 男孩微微一笑道, 老师让我来考, 可没让你来, 谁让你非要跟我来的? 幸好, 巴拉克王国和法斯诺行省接壤, 不然, 你岂不是更要抱怨了? 女孩儿白了男孩儿一眼, 真没良心, 人家还不是为了你, 谁让你是我哥哥呢? 反正后天才考试, 不管, 你要陪我在这所脱城里玩两天, 弥补我幼小心灵所受到的伤害。 男孩儿失笑道, 堂堂诺丁学院连续六年的大姐大, 还幼小的心灵, 让你那群小弟看到,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去跳河。 这一男一女, 正是从诺丁初级浑石学院而来的唐三和小五。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, 他们也终于从诺丁初级浑石学院顺利毕业。 本来, 以他们的天赋, 诺丁学院准备保送他们直接进入中级浑石学院, 甚至游击所著名的学院, 都发来了邀请函, 大有挑选的余地, 但大师却要求唐三拒绝了所有的邀请, 到这所托城南的一座名为史莱克的学院报考。 六年的教导, 对于大师唐三早已经是像父亲一般的尊重, 更何况, 他明白大师让他这样做一定是为了他好,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。 六年过去, 唐三和小五的关系早已密切地像是亲兄妹一样, 唐三选择了这里, 小五自然也跟着来了。 离开学院时, 大师告诉唐三, 他要到帝都去一趟, 然后会来这边找他们。 在诺丁的六年, 是唐三过得极为充实的六年, 上午上课, 下午打工, 晚上修炼, 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, 十二岁的他已经不像当初看上去那么单薄了, 每天在铁匠铺的工作, 令他有了健壮的体魄, 虽然看上去不算雄壮, 但在尽装下却覆盖着一身充满了爆发力的肌肉。 小五绝着嘴道, 不管, 你答应不答应? 唐三呵呵一笑道, 随你就是了, 不过, 走了这么远的路, 你不累吗?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? 也快中午了, 先吃了饭吧。 唐三很少背逆他的话, 自从两人确立了兄妹关系之后, 他始终像个大哥哥般呵护着他, 虽然他很忙, 但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关切, 还是令小五很享受这种感觉。 索托城比诺丁城要大得多, 自然也要热闹得多, 街道上随处可见巡逻的士兵, 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不停。 两人先简单吃了点东西, 然后就寻找起住的地方。 时间不长, 小五发现了一座很别致的酒店。 酒店有三层楼高, 看上去规模虽然不算大, 但外表装饰却完全是玫瑰红色。 整座酒店的建筑风格也像是一座巨大的玫瑰花一般, 很容易就能带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玫瑰酒店, 小三, 我们就住这里吧。 小五指了指, 唐三无所谓的道, 听你的, 这几年的打工, 再加上五魂店给他补贴, 他现在也算是小有积蓄了。 小五从不在乎钱的多少, 花钱大手大脚的, 为了不让自己经常透支, 索性就把所有收入都放在唐三那里, 让他收着。 有唐三控制一些, 他还能省一点。 走进玫瑰酒店, 首先的感受就是一股扑鼻的玫瑰香。 亲人心脾的香气带着几分暧昧的感觉, 令人身心舒畅。 酒店的内装只有三种颜色, 白银和玫瑰红, 温暖别致, 典雅的环境很容易给人以好感。 唐三走到柜台前, 麻烦给我们开两间房。 柜台后面的服务生赶忙站了起来, 看看唐三, 再看看小五, 眼中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光芒。 先生, 您真的确定要开两间房吗? 唐三点了点头, 有什么不对吗? 服务生眼中流露出几分暧昧, 对不起, 我们这里只剩下一间房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